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工了呢? 不管你开工了也好 没有开工也好 都可以来看看三个星期发生的车谈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 FORCE VEGAN GOLF MARK X 即将登陆我国市场 而且 GTI 车型第一次以 CKD 的方式在本地贩售 其实这款车在去年我们就已经进行了预览 直到最起码会有两个车型 也就是普通版的 GOLF R-LINE 跟 GTI 版本 而近日根据消息呢 这两款车即将在近期发布 这两款车都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其中普通版的 GOLF 采用的是 1.4L TSI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50PS 峰值扭力表现 250Nm 但是变速箱从原本的 DQ-200 7速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变成了 8速的爱信自拍变速箱 至于 GTI 版本则是采用了 2.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241PS 峰值扭力 350Nm 匹配的是 7速的 DQ-380 14 爽离合器变速箱 这两款车应该都会在本地市场掀起一阵风潮 尤其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这意味着价格会有所降低 除此之外呢 预计这个 GOLF R 也会同步登陆我国 但是 GOLF R 的话就是以 CBO 的方式贩售了 大家是不是对这三款车都有兴趣呢 如果未来有消息 我们将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冲上 第二则新闻 Toyota HILUS 继续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皮卡车型 我相信很多人讲到 Pika Truck 都会先想到 HILUS 因为这款车确实在本地已经是深入人心的 而根据 UNW Toyota 的数据呢 从 2005 年开始 这款车就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Pika Truck 车型 而且到 2021 年都是 所以这款车已经连续 17 年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Pika 了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且在去年它卖出了超过 18,000 辆 这个成绩也让它挤进了马来西亚市场 Top 10 的畅销车款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 HILUS 是非常地有竞争力 而且也非常地受欢迎 这个升级版的 HILUS 在 2.8 公升的引擎上面 马力有得非常明显的提升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01 PS 峰值扭力 500 纽顿米 匹配的是 6 速的自排别速箱 加上重新调校的底盘跟悬吊 让这款车的操控表现跟动力表现都非常地出色 也难怪它可以成为本地畅销的 Pika 车型 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看到 Pika Truck 就叫 HILUS 的人呢? 欢迎留言哦 第三只消息 全新的 Toyota Avanza 即将在这一个月登陆泰国 搭配 1.5 公升的自然气息引擎还有 DCVT 变速箱 全新一代的 Toyota Avanza 是采用了 DNGA 平台打造的新车 所以它再也不是后轮驱动的 而是前轮驱动 而且它舍弃的这个半层载式车身设计之后呢 它的车式空间变得更大 因此它是一款正统的小型 MPV 车型 空间表现跟舒适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而且根据泰国官网的预告呢 这款车引进的是顶级的 Veloz 版本 也就是内装有氛围灯 有电子手刹车 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车型 而且重点是它还有 Toyota Safety Sense 的功能 像是远近光跟自动调节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和辅助 等等都可以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值得一提的是 未来 Produa Elza 的大开款车型 也会基于这款车的打造 所以未来 Avanza 会不会引进本地市场呢 我们就等待一下 UMW Toyota 的消息吧 第四车新闻同样都是新车的消息 就是这个全新大开款的 Mercedes-Benz C-Class 将在三月登陆泰国市场 我国市场则是预计在今年的上半年 全新一代的 C-Class 从一个欧洲的帅哥变成了韩国 Oppa 因为它的总设计师是韩国人 所以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变得非常的时尚 而且内装也非常的有科技感 自从这款车发布之后呢 就受到了国际的关注 而这款车终于要进军东南亚市场了 泰国市场将会在今年的三月发布 不过根据泰国媒体的消息呢 泰国的 C-Class 会有两种引擎动力配置 分别是 C220D 也就是柴油引擎 以及 C300E PHEV 的车型 至于本地市场 我们相信还是会采用这个 2.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会不会匹配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就暂时不得而知了 之前 Mercedes-Benz Malaysia 的高层曾经标志 这款车原定在 2021 年引进我国市场 但是因为 MCO 加上芯片短缺的关系 因此这款车被迫延续到 2022 年 我们相信这款车在今年的上半年 就应该会在我国市场看到 你们期待这款车吗? 最后一则新闻 跟本地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中国的 50 汽车有望进军我国市场 而且传闻已经在洽谈中 大家应该图定过 50 红光这款车 这款车被中国称为生车 因为这款车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耐用 而 50 品牌呢 除了 50 红光之外 也有非常多出色的车款 而近日就有消息指出 50 汽车将会进军我国市场 而且他们已经跟我国的一家汽车代理商洽谈了 不过 Gc 暂时只会引进商用车 至于乘用车 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 50 计划在本地引进乘用车的话 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家汽车制造商 已经在印尼市场有着组装线 而且他们的优驾车型已经是 ready 了 什么时候要引进我国市场都行 只需要获得政府的批准就可以了 不过目前为止呢 我们没有获得太多关于 50 的消息 如果未来有消息的话 我们同样的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 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